说什么千丝万缕 说什么百无千惊 暂遍是情织一语 风也兴兴 云也兴兴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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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我们师父教了我们非常多的方法 每一个方法都非常重要 因为什么 佛法来我们这个世界 普文评里说 菩萨云和由此娑婆世界 观世音菩萨 乃至佛为什么要到世间来 我们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都说 广大灵感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所以佛的一切法都如药 它的功能都是救苦救难 我们今天是从马来西亚一个 很美丽的一个地方 旅游圣地 弗洛交仪 南卡威 你们有没有去过 都有去过 我们飞机下来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外国人 说明是一个国际的旅游圣地 我们昨天在那边的时候 先是一个我们的义工菩萨 带我们去一个屠宰场 去超度杀精 他讲这个原因 他说 我只是想了一下 只是想了一下 结果整夜睡不着觉 不但睡不着 都浮现那些画面 睡不着 但就像做梦一样 看到那些牛是怎么被屠杀的 他没见过杀牛 但他问其他人 杀牛是那样杀的吗 别人说 是啊 是那样杀的 他说 我平时睡觉都很好的 但是那天只想到这个屠宰场了 就晚上睡不着了 见到这个画面 所以一定要 请法师要去超度 我跟我们中规的海盗法师 去了之后 那个牛还正在 还正有一些牛 在那边劝着那里 吃那些干巴巴的东西 我们随手捡了一些青草给他 他就觉得很美味了 我想像我们平时 吃菜啊吃饭啊都挑剔啊 那个牛给他一点小青草 他就觉得 哎呀那个是很鲜嫩很美味的了 平时他吃的是干草 干草 但是就是吃的那些干草 我们人还要贪心 还要吃他的肉 那个牛的眼睛啊 大大的好美哦 牛的眼睛啊 就是就像什么你知道吗 就像佛的眼睛 佛的眼睛就反过来说 就是牛王眼像 佛的眼非常大 然后长长长长的 睫毛弯弯的 啊 黑眼 黑眼珠 打大的 所以佛的身上三十二相 其中眼睛的相 叫牛王眼像 哎 你们可以看那个牛的眼睛啊 可以 想象佛的眼睛是怎样的 但是 那个牛那么 那么温顺 那么老实 我们就看到那些牛 头上连脚也没有的 白白的牛 那印度人是当他牛神的 有的人把他是当神贡 但是我们看他肉很香 就要杀他 我跟法师在那边 心里面啊 真是啊 一边撒干露水啊 一边用烟供粉啊 一边心里百感交集啊 我们人啊 我们人啊 嘴馋啊 嘴馋啊 口的贪欲啊 就造成了我们人间的这些悲剧啊 他就得死啊 就要流血啊 那个牛要被杀 那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他个头很大 当他的头被割下来的时候 他浑身的肌肉都在颤抖啊 头割下来了 他的眼睛还会砸啊 他的血会流整满地的 你看 我们要吃他的肉 我们还要剥他的皮 我们现在脚上穿的皮鞋都是牛皮啊 请问我们在座的 我们有没有喝过牛奶 有没有 那牛是我们的什么 牛是我们的奶妈 对不对 竟然我们还吃我们奶妈的肉 我要杀他了 所以人有时候想一想 就会良心会发现 不想 光吃的牛肉 牛排哦 烤乳牛 有没有烤乳牛 乳牛肉 大家就想到 就就就 哇 口水会流下来 但是你看到牛那么可爱 然后被杀的时候那么残忍 你就想到我们人很可怕哦 我们人有时候比老虎还凶哦 结果问下来 我们在那里撒干露水啊 又是做烟供啊 然后就有人来问了 你们是干嘛的啊 我们跟他说 我们没有什么 路过这里来看看他们 结果打听下来怎么样 那个七头牛啊 其中三头已经被人定去了 就要杀了 还剩下四头没人定 那我们 佛教徒发醒了 吉隆坡 海盗生命基金会执行 执行主席 护法 卢翠廷居士 就说 我买下来 四头牛 每头牛 三千多块 马币 四头牛 买下来 佛洛教徒 它是个海岛 它要把它运出去 运到我们的吉隆坡 我们吉隆坡 有一个护生园 叫莲花护生园 问他们 佛洛教徒的居士说 你们愿意吗 你们愿意 谁愿意拿回去养 没一个人敢说话的 养牛 养牛比养狗还方便 狗要咬人的 牛不会咬人的 而且比狗还可爱 那个牛很忠心很忠心的 没人敢说 没人敢说 但至少我想 看过那个了之后 我问大家 你们以后还吃牛肉吗 他们说不吃了 不吃了 因为看过 你看过它 你看过你吃的牛肉 是哪里来的 所以刚才很奇怪 刚才我们在念 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忽然脑子里就 有一幅画面 看到观音菩萨在哭 我内心里就很伤感 你知道 看到观音菩萨哭 你内心什么感受 我现在讲到 你心里什么感受 所以上来 我们一起来念三声 观世音菩萨 大悲观世音菩萨 如果看到有人在杀牛 观音菩萨会不会哭 有人在杀狗 观音菩萨会不会哭 我们人遇到地震海啸了 观音菩萨会不会哭 真的 但是人间的灾难 哪里来 有人受灾了 有人还照样 发财 很开心 这个世界 同时 每个人的夜报还不同 有的人 受苦难 有的人快乐 但是 这个都像浮云一样 杀生的怨气 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人间的战争 打仗哪里来 我们佛教有句话 百千年来 千百年来 碗里根 就像那个牛 我们杀他 为他们杀 我们吃饭 吃菜要吃他 千百年来 碗里根 冤生 四海 恨 南平 我们吃他 他情愿不情愿 不情愿的 会变成恨啊 冤生 四海 恨 南平 欲知世上 刀兵 结 且听夜半 图门声 如果你想知道 世间上 打仗 人杀人 从哪里来 你只要听 半夜的 那个屠夫啊 图门 是怎么 发出的声音 杀猪的声音 我们有没听过 好像很少人听过 我们每次到哪里 都有去屠宰场 我去台湾的时候 也专门去过屠宰场 有一天 他们捡的是星期天 说星期天啊 屠宰场啊 休息 不杀猪 所以捡那天去 结果怎么样 结果那天加班 我们一边在超度 那边 一边在杀 煮发煮啊 撕心裂肺的 惨叫声啊 一声惨叫声 几秒钟之后 就开膛破肚的那种味道 就突面了来 那天我们去的 我去的晚了两分钟啊 甚至是居士们先到 就先到法会现场 法师最后才到 我一到之后啊 大家都吓坏了 就跟我师父说 师父 有一个人被 被上身了 结果有一个局势啊 被那个猪啊 附在他身上 那个猪痛苦到 眼泪 鼻涕 口水 往一块流啊 眼镜翻着啊 浑身 好热的 发红 发出 红红的 就在那里抽搐 抽搐 猪被杀的时候 那种 那种痛苦 然后我上去的时候 我眼睛就看着他 我看着他 我心里 心里就是 祈祷观世音菩萨 充满大悲心的 对人 虽然看着是这个局势 但我想着 我看着的是那只猪 不要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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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眼睛 盯着他 咋也不咋 看着他 结果那个 他身上的那个猪 就慢慢慢慢 退下来了 退下来 退退退下来 退下来之后 因为在场的 好几百信众 同时看到啊 又过了一回 又听到杀猪的声音啊 又闻到那个杀猪的味道啊 大家 我问大家发誓 我说生生世世 不要吃肉好不好 大家全部一致举手 都举手 没有一个例外 你吃的猪肉 就是那么来的 结果那个局势 我叫你坐在前面 我就看得见 免得再上身 结果整个法会 大家非常得到 观音菩萨的加持 各个都发誓 不仅仅这一身不吃肉 都发誓 生生世世不吃众生肉 生生世世不吃众生肉 我有好几位师父都是这样 他一到妈妈那头胎 妈妈就再也不能吃肉了 我们要修到那个境界 不要说这一身不吃肉 修到我们的所有生命 就是 就是不跟众生的痛苦 不做众生痛苦的制造者 这个 这个 很重要 怎么学佛 怎么改变命运 这就是改变命运 然后世间的这个怨气 变成刀兵节 刀兵 刀兵节又是什么 刀兵节就是人杀人 人杀人 那个仇恨更深 这个仇恨 这个部队和部队 阴间的两个部队在打架 就变成我们阳间的地震 知道吗 天灾人祸 这两个最主要的力量 一个就是人杀人当中的 这个集团与集团对杀 那些鬼啊 死了之后还是部队 还在操练 还在打 所以叫超度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每一家 每一户都有那个堕胎的事 这个是人杀人力 那个是两个集团 国家对国家 部队 两个部队打 另一个呢 是我们自己贪心啊 我们自己只考虑自己啊 然后不听那个小孩子想 就把他给杀掉了 所以社会不太平 战争的冤气不除 社会不会太平 我们家里的这个英灵不超度 家庭不会太平 哎 夫妻感情不和啊 小孩不听话 身体不好 我这个案例很多啊 很多啊 我从99年开始超度 到现在十几年了 这个案例积累的特别多 我拍的录像资料 他们现身来跟我讲话的 录像资料就三百多个小时 现在我一个也不敢拿出来 我这里讲 跟大家讲可以啊 我如果把拿着图像来 你们有的有些人就会说 哦 我在是不是搞神通啊 宣传什么迷信啊 其实我这样讲是小范围的嘛 我们听到了 明白了就 但这个是我们世界 不安定的 我们家庭不安定 最主要的两大因素 也就是说最惨烈的就是 什么 人杀人 人杀人从哪里来 从我们人欺负动物来 那个冤气 这个雪球越鬼越大 冤冤相报越来越厉害 所以我们每次超度都要念那个解冤节奏啊 解冤节 所以希望我们啊 能做一个文明人啊 能做一个觉悟的人啊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师父 我们我们尊贵的海盗法师说 如果我们法会上来了 来一个人说 这个人这个人吃人的 你们就吓坏了 这人是吃人的 我去西藏 我去西藏就遇到过这样一个 有一个山沟啊 他们就跟我说 这里面啊 出过一个女的 这个女的专门就吃人 吃男人的 大家听得都恐怖啊 然后就是甚至 安揪喇嘛 把她降服的 有的人他也会琢磨啊 变女罗刹鬼了 变女罗刹了 她会吃人 这古代更多 这种现象现在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 你像我们去印尼啊 去游戏 他们还会说 游戏海岛啊 你看印尼有一万七千多个海岛 游戏海岛 游戏土族 他地方还保持着吃人呢 你外族 外对方一去 他就给你抓住 当战利品 把头割下来挂在那里 肉给你大家吃掉 那这种人是文明人还是 不是文明啊 所以我们人 我们现在所谓的文明人 那我们还不是 我们干嘛 我们在这吃牛 吃猪 吃狗 吃羊 那西方人呢 西方人还好一点 西方人说 不看到有生命特征的 西方人不会去吃头啊 那个脚爪啊 不会去吃的 我们东方人还有 鸡爪叫凤爪 猪脚爪叫什么 不知道叫什么了 我到东南亚 看到处这么肉骨汤 连骨头都不放过啊 骨头也把它砸碎了 熬汤了 骨头都不好放过 我们这个想想 我们这个 我们人啊 还要真的 我们还要更进步啊 一切都要 都要进步 我们人还真的要进步啊 我们都是要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我们人还要学习 还要反省 还要进步啊 我们人类文明还要提高啊 而且最近最好了 最近那个 大家都是怕 那个怕那个 日本的福岛的核辐射 飘 我们马来西亚好像不太怕的 因为好像觉得比较远 但是 听说 今天还是昨天啊 马来西亚这个 大家讨论啊 说要不要造核电站呢 那大家都不要太早 不要造 都觉得不能造 为什么 因为怕核辐射嘛 但是避免辐射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吃树 所以那些 在有辐射的部门工作的 他招工的时候 就会 就会要求 要吃树半年以上 才可以到这种部门去工作 你看 吃树可以这么好 肉 肉为什么 肉它本身 它里面就有毒 肉是什么 肉是不是尸体 尸体又没有尸毒 所以我们在座的 你看好了 只要是吃肉的 那个脸都灰蒙蒙的 只要是吃树的 看上去都是 白白的 亮亮的 我们在座的 师父吃树最久 那师父就最亮 对不对 这可以对比的 对比 这样 比如说 这个局势是吃树的 三个月 吃树下来 马上脸色改变 脸色就 红润润 白与吐红 有光泽 所以这个 很重要 吃树不仅对自己身体好 最主要它是 知道肉是怎么来的 每一块肉都是罪恶 吃它一块肉 欠它万万千 反过来说 一日吃灾 天下杀生无我分 一日吃灾 天下杀生 跟我都不相干了 我不连线了 你吃它一块肉 全世界杀生 跟你都有关系 我们现在就连网 你都连到 那个杀生的网里去了 所以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因果报应 越来越快 我们特别要学会 自我保护 自我保护很重要 下面 我也再给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Ong Ma Ni Ben Me Hon 我们祈祷观音菩萨 大加持我们 Ong Ma Ni Ben Me 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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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还有一个唱法 叫玛尼喇嘛的这个唱法 这个在西藏很多成就者授记 观音菩萨化现为某一位 就是玛尼喇嘛 他化现到人间来 然后这个唱法就是他创造的 所有听到的菩提心 大悲心自然会升起来 这个呼唤 这个观音菩萨的呼唤 就像一个白发苍苍的妈妈 在呼唤浪子回头一样 大家给合掌 眼睛闭起来听就可以了 呼唤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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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